一张照片报价一万的模特 对于夜下管理能有多执着 4K高清镜头下拍特写的皮肤 那都是像波罗可的鸡蛋一样 再怎么放大卡 那都没有小黑点 想要干净滑溜真的是一点都不难 今天我就把作为五年模特兼演员的 夏日管理方法分享给你们 其实我也是从猕猴桃海胆女孩 慢慢变成这种能够扛得住相机拍摄的模特 所以在透毛这一块呢 完全是我的通知性 首先就是刮毛毛 我看网上很多人都说 刮毛刀不能用 刮了会让毛毛变粗会有糊处 这个其实就是对刮毛刀很大的误解 因为我去上外的美容院 他们做脱毛刮毛的都是必要的步骤 但是脱毛刀一定要选大品牌 去年的时候我就给宝贝们推荐过 吉列维纳斯 他们在欧洲可以说是脱毛机的这个 我这几年随身携带进组的 就是这个吉列维纳斯的耶耶气垫刀 它今年新升级的这个气垫润滑条 就像那个气垫美妆蛋一样 很贴合皮肤 可以减少50%的皮肤刺激 还还有唯一精华 用起来就更丝滑 连灶头都加入了护肤级精华 一刮就出泡沫了 完全不用担心会刮伤 五层超薄刀片 就这么一刮干干净净 再加上这个48度大脚浮动设计 腋下褶皱的地方 胳膊肘拐脚丸都给你照顾的明明白白 以前我还会买一点香喷来喷一下 现在就真的完全不需要 因为它是自带椰子倾向的 刮完之后呢 你的腋下就是清清爽爽的自带香味 敏感肌的宝贝呢 就可以试一下 吉利维纳斯的芦荟气垫刀 它的芦荟精华是可以那种拉丝的程度 通过360度的润滑条 还有一条含芦荟精华的气垫润滑条 浴水还能够释放润滑因子 五感刮毛大概就这种感觉了 太丝滑了 用完根本就不会刺痛泛红 其实无论是演员还是模特儿 所有的女孩脱毛都是可以用脱毛刀的 因为脱毛刀的原理呢 是让这个毛毛节段生长 是不会让它变黑变粗的 所以宝贝呢 是可以放新虫的 还有一个 букв感情的 我能ассConnell 或者你们展 Mel 自己的 perception